這球是四環球寶宋 真的是免費送分 現在終於兄弟是兵不寫任 在這個半局有四個四死球的寶宋出現 讓兄弟幾回的追評分一比平手 這也代表安德勝的一個滲頭飛掉 鄭浩君的敗頭解套 這顆球其實對打者來講其實選得很好 這一個四環球寶宋就有一分打點 林舒逸的寶宋駕駛連城 讓左外野的相迷非常的開心 現在關鍵又是個滿耶 還沒有抓到一個出局數 沒有10分 這球打得不錯在右半邊的平白球落地 現在一分回來是沒有問題的了 兄弟這個時候是打下了超全分 但有一分打點 阿福 一分打迪南大幫助兄弟戰上領先 2比1 本來一分在9局領先其實就很薄弱 再這樣一上來又投了太多的四死球 福來奇就設定這個數學來做攻擊 他今天反向攻擊的能力很好 嗯 一分是有要做一個假動作 但完全不會所動的這些跑者 福來奇單場第三章打 我們打上的表現 現在掉一分打點打下最重要的一個 這一個挖地掛的壞球 又投出了寶送 哇 富邦在9局的上半呢 單局已經出現了第5次的四死球 第4次的四壞球寶送 所以這一個月東華的寶送又要帶有一分的打點 3比1 兄弟持續的擴大領先 在9局上 現在單局只有出現阿福的一支安打 就已經攻下一個三分大局了 划算 大半看有沒有機會再來逆轉 第一球就出手 打成在左外方上非常深遠的被球轉手 退到了警戒區 這要帶有打點是沒有問題的了 高飛犀牲打有一分的打點 所以再繼續擴大領先為4比1 基本攻還是有做到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彭正銘 請大家訂閱中心兄弟的Twitch YouTube頻道